面临教育革命的大时代 台中市家长会长联盟会及新台中教育论坛基金会 是联合举办2015感恩音乐参会 会中是邀请到多个学校团体来演出 场面十分热闹 而会中也宣告中张头三区教育资源共享互助 带领中台湾迈向更高一阶的教育局面 来自中张头地区的校长和家长 首牵着手在舞台前共同宣示区治理概念 象征着在台中市家长会长联盟会和新台中教育论坛基金会的牵线下 未来三区的教育资源将互助共享 迈向教育新时代 这样的一个资源 让我们从台中市这边延续了这个热情 一直到我们彰化 彰化跟台中本来就是很亲近的县市 而这样的热情让大家携手合作 共同愿意为我们的孩子 为我们台湾的教育共同来努力 在各位的支持努力之下 我们校长一定会把学校办得更好 我们的孩子一定会因为我们共同的努力而更有成就 谢谢 特别感谢理事长为台中县市 扩及到南投县市教育的贡献 来结合我们所有家长的资源 一起来做校长的后盾 来共同来提升我们教育的品质 把我们自己的品质给提升以后 才是真正落实所谓的教育的高度 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增加我们配合度 校长才能够更有放心的力量 才可以在学校做最好的推动 好各位请看 台湾市家长会长联盟会表示 近来许多教育议题 让校长的压力很大里外不是人 导致校长心灰意能提早申请退休 所以这次的活动也特别安排感恩时刻 邀请这些退休校长们与会 并且致政贴心小礼 一人一尊布袋稀有来表达感谢 我们校长们也觉得可以轻松了 如果晚上看电脑看书稍微晚睡了一点 早上晚一点到学校 不再需要怀着一颗坎坷不安的心 有点心虚的踏进学校 踏进办公室 退休校长都退休了 老师小朋友都少了 接下来我们还有什么 教育的热情不在 我为什么一再办这个 主要是要唤起所有人的教育的热情 也希望我们的教育单位 教育的主管 甚至于是我们的所有的长官们更重视 活动参会中也邀请到了中张头的学生演出 一起展现学校特色 家长会长联盟会表示感恩参会 提供孩子们一个表演的舞台 并且结合家长力量 让家长成为校长们的后盾 希望师生家长联合站在同一阵线 为台湾教育的未来一起努力 记着立教堂中藏道 我们下期再见